這是我最喜歡的小遊戲 幫Roxy化妝 這個幫Roxy化妝我覺得玩法應該就是 他的螢幕上面可能會出現說 Roxy需要怎麼樣的裝扮 哈囉各位你們好 我滴可以盡他問你帶來是 不... OKOK在我們繼續講之前 這裡先稍微暫停一下 相信應該會有蠻多人以為說 我們今天會先來出 POPP PLAYTIE的ARG解密片 那麼講到這個的話 這裡也要請各位稍微見諒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ARG解出來的東西 真的是有夠多的 特別是紙條的部分 就有5張以上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們還在處理當中 這裡的話也要麻煩各位再拿出一點耐心 來等我們一下了 好的 那麼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要先來做 FNAF求救訊號2的 實機遊玩預告分析 那麼差不多在兩天前的時候 Steel War Studio在他們的推特上面 突然放上了一個YouTube的網址 這個網址不點還好 一點你會發現 竟然是FNAF求救訊號2的遊玩預告 我當下真的是超正經你知道嗎 雖然說正經 但也還好 因為他們每次就是會這樣突然 放出一些非常讓人驚喜的東西 但還是很正經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好的各位 那我們首先的話呢 就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實機遊玩預告的部分吧 FNAF6 嘿 嘿 嘿 呃 Fazbear Entertainment is different We are invested in you Fazbear Entertainment Fazbear Entertainment Fazbear Entertainment 這什麼東西 Fazbear Entertainment 那個小遊戲又回歸了 Fazbear Entertainment 射氣球 你怎麼回事 等一下 Oh no 欸 這 這個是姊妹餐廳的自立夜晚嗎 哇 傻 東西有夠多的 這一次 DJ Music Man 他要回修Glip Rock Freddy Oh my god 到底是怎樣 Oh man 打死我都不會去了好不好 Oh Scrapper Baby 今年12月 OK 看完之後 我還是老話一句 希望不要跟POPP Playtime 第三張疊在一起出就好好不好 然後看起來這一次應該是以FNAF6 姊妹餐廳跟安全漏洞 這三代為主的一個遊戲吧 我猜 因為目前看起來就只有這些東西而已 然後裡面的旁白主要是在跟我們介紹說 這個地方的好跟外面比起來怎麼樣 他說在外面工作的話呢 第一天可能會產生什麼焦慮啊 或者是讓你非常不安 他說這個地方呢會不一樣 雖然第一天可能不會有焦慮沒錯 但到了後來應該也會精神失場吧 好啦 那麼首先這個預告呢 他一開始跳出來的是一個攤位 上面寫著Face Bear Last 然後裡面是一個 一代餐廳的一個布局的東西 這裡這個Face Bear Last 再搭配一代餐廳的話 這個Face Bear Last 應該是指 這個廢之熊企業他們最後所保存下來的東西 那麼這個地方我覺得應該是什麼 遊樂園裡面 以一代為主題的一個小遊戲的地方吧 接著的話呢 會跳出一個非常讓人熟悉的小遊戲 這個小遊戲的話呢 就是在求救訊號一代裡面 所出現的那一個 什麼Pirates Ride吧 什麼海盜雲霄飛車什麼的 反正我們在那個裡面的話呢 就是要搭著那個雲霄飛車 然後去拿著我們的槍 把那個 它上面不是有一些什麼 紫色藍色黃色紅色的那個按鈕嗎 要把那個按鈕打下來 就會獲得相對應的分數 然後之前我們在玩一代的時候呢 裡面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觸發一些 額外的道路啊 像是我們可以打一些看板 告示牌什麼有的沒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的話呢 應該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東西 接著下一個畫面會跳到一個 服務機器人拿著餐盤 壓來跟我們點餐 我們可能是要把相對應的什麼餐點 放到盤子裡面 然後拿給它 然後從後面的背景來看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是一遊chip裡面 只是為什麼我們好像又回到了 那個安全漏洞的pizzaplex裡面 下一個畫面是我們玩家拿著一個焊接槍 在焊接那個電路 然後我們感覺好像要從後面那個東西那邊 拿出一些什麼奇怪的零件 來焊到這個電路板 因為這個電路板上面有一些 黃色跟藍色的那個看起來像是電線的東西 然後上面的盒子也有 所以很有可能是我們到時候 要照著什麼東西去接出後面相對應的電路吧 我猜 然後再來是Helpy被綁在奇怪的架子上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們還幫他帶上了一個 那個是 氧氣罩嗎 還是什麼東西 可是Helpy怎麼會喜歡氧氣罩 他不是機械人偶嗎 是怎樣這一邊 再來的話又是另外一個小遊戲 這個小遊戲看起來是要翻出 欸不對啊 不是一樣的卡牌 他翻出來的卡牌是一個蛋糕跟一個男孩 所以這有可能是什麼邏輯卡牌配對 我不知道 然後在這個遊戲座的對面還有一個骨架 這個地方應該是在讓這骨架 要學習一些什麼基本的邏輯跟遊戲玩法是怎麼樣吧 那麼再來下一個畫面呢 就是一開始那個Pirate Ride的這個小遊戲裡面 的一個布景的部分 因為裡面有很多物品上面 有什麼紅色按鈕 黃色按鈕 橙色按鈕 什麼各種顏色的按鈕 然後如果你仔細看這個布景的右下角那邊 你會發現那邊有一個我們之前看過的東西 那個東西好像就是用來讓我們可以改變我們 軌道的方向的一個告示牌 再來的話應該會是我最喜歡的小遊戲 幫Ruxy化妝 這個幫Ruxy化妝我覺得玩法應該就是 他的螢幕上面可能會出現說 Ruxy需要什麼樣的裝扮 什麼樣的一個眼底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們只需要幫他畫出正確的妝 這樣就OK了 接著這一邊的話看起來是要幫這個指人偶做裝飾 然後可能是要在後面那一個非常詭異的傢伙 碰到我們之前把他裝飾完 接著還有這個打地鼠 打地鼠的話是要打這個 幫吧 應該就是要達到特定的分數然後才幫他過關 又或者是裡面可能會鑽出什麼非常奇怪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去把它打掉 沒有打掉的話可能就會輸掉這樣子 你看這句話有押韻 嘿嘿嘿 OK 我們繼續 接著下一段的話又會回到我們一開始 那個遊戲攤位那邊 從這裡來看的話 應該真的就只是單純的遊戲攤位而已 然後是要玩那個射氣球 所以很有可能這一次我們有一個場景 會到一個什麼馬戲團裡面 去玩各種小遊戲 感覺很有可能 因為這種攤位應該不會只出現一攤 然後完完就工作結束了 接著這一段應該就是剛才黑肉皮那個小遊戲那邊 這邊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在畫面的右上角那邊 有一個螢幕一開始是畫著一個箭頭 好像指著一個什麼紙巾 結果當我們轉過去的時候呢 它變成了好像一則廣告 所以這一邊會不會是有點在模擬 FNAF六代那一個廣告突然跳出來的功能 所以我感覺這一邊 很有可能就是按照FNAF六的玩法 只是原本我們可能是要在裡面按什麼東西 然後直到它工作結束 然後才辦法離開這一邊 變成說可能左右兩邊會有通風口 中間我們要來修這些機械人偶 我們要仔細聽左右的通風口有沒有什麼聲音 來去判斷說要不要對它照燈之類的 然後我們同時也要來拯救HELP 再來下一個畫面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呢 就是剛才那個玩家的焊接電路板那一邊 這裡的話 現在玩家拿的那個東西是 剛才在盒子上面的另外一個東西 我猜應該是什麼保險絲吧 看起來 然後這邊我們還要拿手電筒去照那個月亮機械人偶 接著這一邊的話呢 跳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機台 上面有寫著第幾回合 然後跟一些奇怪的按鈕 還有開始的按鈕 完全不知道是幹嘛的 就跳過那一聲就沒了 再來下一個畫面呢 應該會是我的噩夢 首先這是一個辦公室 它有左右兩邊的門 然後如果我們仔細往下看的話呢 下面還有一個可以關通風口的門 再來的話呢就是那個監視器 這個監視器的場景不就是 姐妹餐廳自訂夜晚的那個監視器嗎 所以這一次的話裡面也會有 包含姐妹餐廳自訂夜晚的部分 好那可以不要嗎 自訂夜晚真的是玩得有夠痛苦的 然後監視器的話呢 看起來是分成左右兩側 中間好像還有個大螢幕還是 喔沒有 我們正前面好像就是一個通風口 這壓迫感是不是有那麼一點大 接著這個畫面的話呢 就是剛才用來幫骨架做遊戲測試的一個地方 只是這裡應該是要跟我們講說 這個地方 除了單純幫骨架做遊戲測試之外呢 我們還要拿我們的相機去照其他的骨架 其他的骨架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後會慢慢靠近 我們就要從這些時間裡面去判斷說 什麼時候要照他們之類的吧 再來就是Belora從門外面要進來 我們要趕快關門 這一次我們應該就可以不用單純只聽聲音 可以看到他的樣子然後再關門 接著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拿大聲公 然後在大聲公的旁邊有一堆非常奇怪的那個 好像壓力法的東西 這邊該不會是姐妹餐廳裡面 要去維修Freddy電力室那個地方吧 我記得沒錯這個是我們要播什麼特定的聲音 然後來讓方攤Freddy可以回去他原本的位置 所以這一次應該也是一樣 要使用這個大聲公來播什麼聲音 讓方攤Freddy可以回去 然後我們可能還要維修相關的電力 再來就是保險絲這個地方 接著這個地方就是剛才那個完全不懂幹嘛用的機台 重點是前面還有那個DJ Music Man 接著的話又回到一開始那個遊戲攤位 在我們打那個氣球的途中 還會有一些小型版的Scrapper Baby會來找我們 我們要拿槍把他打掉 阿唷喂 維修 Gonna rock Freddy 然後這個Freddy的眼睛是紅色的欸 是不是代表什麼東西啊 還就單純 就只是他可能在維修期間會進入另外一種階段 好恐怖的感覺喔我的天啊 DJ Music Man慢慢爬過來了 然後再來下一段又回到了黑猴皮那個小遊戲 從畫面上那個螢幕來看的話呢 應該是要把黑猴皮受傷的部位修好吧 你看他那個腳跟那個頭 旁邊的話又有一個腳斷掉 跟頭那邊口吐白沫 我們可能就是要使用相對的方法來修好它 我猜 欸等一下 真的被我說中了嗎 如果我們把這一段放慢來看的話呢 你會發現在最後一陣那邊 有一個Scrap Baby要爬進來 所以真的很有可能是FNAF六代小遊戲 變成了我們要拯救黑猴皮 然後還要同時看通風口 唉唷好像有點刺激喔這樣子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 看起來就是剛才那個 要幫紫娃娃做裝飾的那個地方 你會看到紫娃娃需要很多的東西 他的手腳耳朵眼睛嘴巴 啾啾跟那個鈕扣 而且好像是要記憶的 因為在我們那個 離開的那一瞬間 那個螢幕黑掉了 OK 那麼預告的話呢 到這個地方就差不多結束了 OMG 這次的內容真的是有夠多的 我的天啊 然後在預告片的最後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彩蛋 這個就是Scrap Baby 這次來抓我們那個動畫 今年的12月份推出 好的各位 那在我們結束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這裡有一些額外的消息 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麼這次的這個求救訊號2 在PlayStation的部落格裡面 他是有放出上市日期的 然後還有放出額外的三張預告片 好的 那我們首先的話 先來看一下 部落格裡面 額外放出來的預告圖的部分吧 首先第一張的話呢 就是一個Russie在對你比著愛心 OK OKRussie 我收到了 我猜啦 這邊這個應該就是在Russie被化完妝之後 他跟我們比的一個動作吧 再來下一張的話呢 就是Fountain Freddy 他在那個電力室裡面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Fountain Freddy而已 接下來最後一張的話呢 就是剛才Helpy小遊戲那個地方 這裡看起來沒錯 應該就是會採用六代的方式 要邊修Helpy 邊去看通風口沒有東西 然後還要定期保持安靜之類的 裡面這篇文章 主要是在跟我們介紹的 預告片裡面出現的這些小遊戲 那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部落格文章的最後一段 那麼在部落格的文章最後一段是講說 2023年的12月14號 你就能夠體驗 求救訓號2中的10多個小遊戲 這個12月14號呢 應該沒有意外就是遊戲的上市日期 好的 那麼在影片最後的最後呢 這邊要來回答一個各位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在看預告片的時候呢 應該有發現說 預告片的上面呢 寫著PlayStation VR2 下面還寫著PlayStation VR2 Require 需要那個PlayStation VR2這個設備 那麼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想問說 啊這次的求救訓號2 是在PlayStation上先出 然後再出PC 還是PC跟PlayStation同步推出 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Steel World Studio 有在他們的YouTube網址下面有附上一個貼文 那個貼文是講說 備注 PC版呢也會在同一天發售 所以這邊的話呢 各位就可以不用擔心說 一定要PS5或PS4才能玩 PC當天也會推輸 好的各位 那麼以上的話呢 就是這一次FNAF求救訓號2的一個 實機遊玩預告分析的部分啊 那麼希望各位喜歡 那麼如果各位喜歡的話呢 那也不妨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跟一些猜測 然後也可以幫這部影片點個喜歡或者是訂閱 好的各位那我是DK 那我們在下一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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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